大家好,现在下午收盘了 中午的话问了一下那个 当时销售这个恒大理财的这个客户经理 他给我确切的答复说已经那个 爆雷了 8号以前的是可以兑出来 8号以后到期的现在就是 没办法兑付 现在的话因为我买的那个是明年1月份 才到期的 现在还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提前要款 现在因为 因为后面的营那个爆雷了 所以说没有到期的 因为他把我们拉到一个群里了嘛 现在也是纷纷要求那个 提前兑付 中午的话我老婆已经那个爆雷了 还给我炒了一架 我们投的 投了15个 15万 去年的话呢是投了 前年投了30万 然后去年顺利到期了 拿了 当时是7.8的利息吧 2万块钱利息 2万出头吧 然后去年我就是 嗯 也谨慎了一点吧 我想 就减半投资 30万减成15万 又投进去了 投进去的话 因为他那个利息当时也挺高的 以前的话也是暗期兑付的 没想到今年的话就是风云突变啊 现在 嗯 我们客户经理说他们自己 员工也投了 现在 要求拉我们一起维权 现在具体什么情况还不知道 因为我的要明年1月份才到期 所以说现在还不知道 嗯 下午心情就有点乱 嗯 其实这个当时也是 考虑过这一块 当时就是想恒大这么大的企业 因为我们也是恒大的业主 他这个 呃理财就是在我们小区里 那个物业上那个销售的 嗯 没有想到啊 这么大的企业现在 现在就是 嗯 我投的15万也算是不算很多 因为现在拉的一些群里的话 有人投60万啊 可能 嗯 都不少 嗯 现在大家都有点炸锅了 毕竟不是个小数字 也有网上传的说这个方案 说对付方案说是 呃 5年内付清本金 啊 这个拉的有点长 现在还具体的情况还不知道 因为我都没到期 嗯 因为现在现在既然已经爆雷了嘛 现在大家都要求这个 提前兑付本金 利息现在都不要了 只要本金了 啊 没想到今年 啊 去年我爸踩了一个雷 赔了一万 一万九吧 也是那个民间的一个小公司的 我当然还说这个东西小公司的不要买 要买买大公司的 结果没想到我买了个大公司的 现在也爆雷了啊 没有办法 反正后面的话如果有什么进展 我再 及时更新 也希望恒大的话 能够给这个广大的这个 投资者啊 顺利的兑付 啊 毕竟这个全国估计牵涉到十万 十万以上的人人员 我估计 每个人的最少都投个十万 有的投几十万 也有投上百万的 这个数字下来 不是估计要 几百亿了 唉 比较困难 希望这个事情能得到 圆满的解决吧 要不然 很多人估计 比 反正比较难吧 嗯 像这样 拜拜